因为海啸它跑的速度是比地震波还要慢 所以到达台湾大概要三小时左右 所以是预估大概12点46分到1点51分 会影响到台湾各个沿岸 那后来我们根据观测到的草位 那经过分析是它的颇告是非常小 然后是几乎是没有影响的 它整个我们目前观测是采用我们在沿岸有一些草位站 那草位站它第一个它的名称就是 它是跟草水的长落是有关系的 那当然平常那些水泼海泼那些也都会影响 那我们看到经过分析是 它本身是还在那个背景值的误差范围内 所以我们并没有办法判定说它是明显的多少